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子是落为帝国的艾斯墨公主 为了摆脱束缚甘愿和亲 远嫁一国皇族 虽说大皇子还未成年 但是总比嫁给国王那个糟老头子强得多 和亲途中 父亲为了帝国的颜面准备了蒙马轿子来送亲 蒙马 代表贵族身份的一种相 公主心想 他们是最强大的帝国 哪里会看上这些 好在终于自由了 今后要为自己而活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嫡威帝国 艾斯墨公主来觐见国王 心想如此重要场合 定不能给自己的帝国丢脸 抬头看见面前的国王 公主直接惊呆了 从没有人告诉过自己 国王那个糟老头子 居然是个银发子眸的大帅哥 不行不行 清醒点 眼前的国王可不是要结婚的对象 他可是自己的公公啊 陛下听闻蒙马像是贵国的神兽 这送亲的仪仗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公主连忙表示蒙马像是自己的宠物 只要陛下喜欢 公主愿将他敬献给陛下 只是 公主被接下来的一幕直接震惊了双眼 只见一位从骨子里散发着妖媚的女人 双手捧着陛下的鞋子视若珍宝 那诱人酸爽的味道简直 逆风薰千里 顺风灭海鱼 不过女人好似沉浸其中 公主心想不愧是传说中最开放的帝国 但是想以此方式羞辱我 简直太小瞧我的实力 国王殿下 我希望我的蒙马像这一生只为您一人效劳 至于那个荡妇休想其在象征着我母国的蒙马背上 陛下嘴角微扬 直接答应公主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情妇被当众羞辱 咬牙切齿 以后有你好看的 随后艾斯莫公主被带来准备好的房间 刚进屋 公主对眼前的一幕大吃一惊 华丽的房间比自己之前的屋子简直大了好几倍 装饰风格也是自己没见过的 漂亮的不要不要的 屋内竟然还有黄金浴缸 简直就是童话的宫殿 看得正如神石被身后的侍女吓了一跳 接下来侍女的操作瞬间让公主勃然大怒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 这个公主为了摆脱束缚甘愿和亲一国皇子 不成想刚到嫡威帝国就被侍女一顿羞辱 路途劳顿 国王安排公主先行休息 公主询问侍女 为何甘愿入宫伺候人 侍女也是无奈 丈夫已死 留有三个孩子要养活 所以入宫伺候公主 公主心想既是寡妇还有三个孩子 应该不是什么可疑人物 随后白首示意加瑞退下 自己要休息了 见加瑞站在原地不动 公主问及还有什么事吗 加瑞竟肆无忌惮说道 真够脏的 难道在您的国家都不洗澡吗 想来也是 不过一个偏僻小地方的公主 烧水洗澡对您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吧 被一个侍女如此羞辱 艾斯莫公主内心极度不爽 公主以牙还牙说道 你们帝国的女人生活都不能自理吗 我和你们不同 随后指着门口怒吼 我可以自己洗澡 请你出去 我不希望再说第二遍 侍女没想到这个公主竟是如此厉害 无奈身为侍女身份 只有乖乖行李退下 留给公主的只有那光荡的摔门声 旭日东升 新的一天开始了 虽然艾斯莫公主很不想被人服侍 但是今天第一天见为婚夫还是谨慎一些吧 由于公主对这个帝国的装束还一概不知 所以看到侍女拿的东西内心很疑惑 侍女又是一顿冷嘲热讽 这是素食内衣 你们帝国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吗 不过也是 南北两国差异如此大 常识当然也是不同的 尤其还是个很小的帝国 公主的心情瞬间一落千丈 看来昨天教训的不够呢 没等发火 侍女继续说道 早就听闻贵国穿戴比较野蛮 但是既然来到了嫡威帝国 就要习惯这里的高贵服饰 公主虽然是为了摆脱死板的国家 和亲16岁的皇子 但是也不能容忍嘉瑞这个侍女随意讽刺 公主气得全身发宝 紧握的拳头按捺不住要打人 想到脚下踩的是别人的地盘 公主长叹一口气 虽不能为所欲为 但是就算如此 自己也要有穿衣的自由 侍女嘲笑道 公主不穿无疑是告诉全天下 自己的帝国是多么的野蛮 公主只是觉得可笑 审美不同就是错误 随即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 侍女直接看了目瞪口袋 和亲公主与帅气公公该如何应付 与未婚夫的第一次见面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等候多时的公主 连大皇子的影子都没见到 这不只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更是对母国的侮辱 公主按压不住的怒火 瞬间涌上心头 转头就要离开 侍女连忙上前阻止 大皇子还没来 公主怎么可以离去 本公主可没有那么闲 要等你就自己在这等吧 说完公主变头也不回的 转身就走 画面一转 公主竟来到了国王宫殿外 沉于落雁的容貌 恶挪多姿的身材 直接把侍卫看红了脸 不顾侍卫的阻拦 公主直接向国王的书房走去 侍女都不戴正眼瞧公主了 面对公主的突然求见 嘲笑公主简直没教养 公主虽然怒不可恶 但还是大口深呼吸 越是生气就越需要冷静 走进国王宫殿内 公主直接看待 眼前的国王是那么英俊帅气 温文尔雅 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公母 回过神的公主连忙拜见国王 国王可没有让客人站着的习惯 直接牵手让公主坐下说 公主也不藏着掖着 直言道 帕特皇子一声不吭不来赴约 是他的个人行为 还是贵国对我母国的态度呢 关于这件事 国王对于公主的突然造访 不仅请进书房 并以礼相待 这就是国王对公主的重视 至于帕特 正是因为自己刚刚在教育帕特 导致他不能按时赴约 看来还是侍从忘记 禀报公主才有了现在的误会 看着眼前心机深沉的国王 公主只能强颜欢笑 还好误会及时化解 公主心想国王真是个危险人 轻轻松松便可化解危机 看似仁慈 实则内心狡猾似狐狸 不愧是系罗大陆的霸主 嫡威帝国的国王 浪费了公主宝贵的时间 国王深表歉意 希望可以送公主礼物补偿 却被公主直接拒绝 这样心机颇深的人 即使是自己的公公 还是远离为好 可国王对他的印象可是不错呢 不仅有头脑 还很干练 让他成为帕特的妻子 真是太可惜了 和亲公主和未婚夫第一次见面 送给对方的礼物 竟是一脸冰水 因大皇子的失礼 国王直接送给公主 上好的真丝一表歉意 公主确实来到枕 就不习惯身上毛草的布料 难道只是刚刚喝茶的这一回 国王就看出自己的不舒服 不出所料 果真是一个观察细微的可怕男人 回到自己房间内的公主 直接让侍女拿真丝 去做几件精致的礼服 侍女看到这么好的布料 给这种小国的丫头 简直是浪费 不耐烦地催促公主 和皇子约会不要迟到 看到侍女的脸色 公主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公主想不通 自己是要做皇子妃的人 侍女为何对自己如此无礼 仅是因为歧视自己的母国吗 算了算了 想不通的事还是不费脑筋了 不过让自己干等 两个时辰的小屁 还必须要去见一点 公主表面笑脸相迎 实则心想两次都迟到 居然还有脸过来 此时的帕特收起阴狠的一面 简单地介绍自己 我是狄威帝国的大皇子帕特 见状公主有礼仪地说到 自己是洛维国的公主艾斯莫 此时屋内异常安静 好像只听到帕特的心跳声 昨天有点事没感到 是我失礼了 什么事 公主也想听听了 只是 想起昨天国王对自己的教训 让一向好面子的帕特如何说出口 帕特看着眼前的公主 还是蛮有料的 猪唇粉面 郁软花柔的容貌 即使心狠手辣的帕特 也难过美人观 放在眼前的肉 吃不到多没意思 既然已经订婚了 接下来得抓紧禁锢 公主不明白 帕特刚才话中的意思 果真扎扎装不过三秒 帕特就露出了本色 什么时候和我睡 我现在就想抱你了 公主不敢相信 自己的未婚夫 竟是如此人面受心 还没完 帕特顺便问道 公主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话音刚落 公主一杯冰水 直接泼在脸上 光天化日调戏公主 不懂礼节 这是给你小小的教训 帕特气急败坏 我听说你们那的女人 会和好几个男人睡觉 想必你也一样 我还没说嫌弃你 主动说抱你 你一个小国的奴隶 竟不知感恩戴德 公主看着眼前 一无是处的皇子 真是可笑 小小年纪竟敢调戏自己 我世代都是贵族出身 生下我祖母之人 未出嫁时 也是敌为帝国的人 您说我是奴隶 那殿下身体里 也流着奴隶的血 帕特还从没受到过 如此难堪 发话定不会饶了公主 只是公主根本不放在心上 转身离去 公主和未婚夫 第一次约会 便直接送对方一头冰水 虽然公主强忍镇定 急走出房间 但关上门的一刻 公主再也按压不住 内心的紧张 直接瘫软在地 她毕竟是大皇子 不管怎样胡闹 自己都应该忍耐的 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 宫内有点风吹草动 又怎么瞒得住 随着侍女的叽叽喳喳 这边国王已经听到了风声 国王殿下 听说今天公主和大皇子 见面不是很顺利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 国王深思过后 回想起公主的悠悠自若 想必他定能自己处理 身旁的艾伦不禁担心 若公主忍受不了 养尊处优的大皇子 执意回落为帝国 那时该如何 国王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 公主那样精明果断的人 不会轻易打退堂鼓 艾伦很奇怪 国王从来不经意肯定一个人 为何对公主 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日落朝起又是新的一天 二皇子来看聪明可爱的妹妹 刚见到哥哥 妹妹就上前一把抱着 哥 哥哥 我喜欢你 这是狄威帝国的小公主帕丽娅 她最喜欢的便是二皇子哥哥 二皇子一个温暖的闻 可以让帕丽娅开心许久 看着天真可爱的妹妹 二皇子只想带妹妹远离 皇宫安静的生活 哥哥 怕 怕慈 妹妹已经会喊哥哥的名字了 在这里二皇子才有短暂的开心 哪成想这一幕被大皇子看到 嘲笑着 他居然敢直呼你姓名 怕慈 看来物以类聚还是有道理的 二皇子内心极度气氛 为何自己短暂的幸福 大皇子也不允许 侍卫一个举动 怕慈便立马冷静了下来 他是要成为储君的人 如果冒犯他 自己并没有好下场 此时的怕慈 不敢与大皇子抗衡 也没有那个实力 他转头看向那个 聪明伶俐的小公主 此刻吓得瑟瑟发导 而自己同为皇子 却连保护妹妹的能力都没有 怕慈真的很厌恶 厌恶如此懦弱无能的自己 即使这样 大皇子还不放过 直接一巴掌 便把小公主推倒在地上 身在皇宫 身不由己 二皇子眼睁睁看着 心爱的妹妹受欺负 却无力反抗 大皇子一把便 把妹妹推出几米之外 并且狠狠踹向了帕慈 别再想每天装作无辜的样子 在父王面前 博取同情霸占我的王位 大皇子一直认为 帕特是基于自己王位的小偷 所以即便面对帕慈的苦苦求饶 自己也从不会手下留情 一通警告后 大皇子转身便无情离开 小公主看到喜欢的哥哥受欺负 已经满脸泪珠 其身后的帕慈 第一时间便想去抱住妹妹 卢安告诉帕慈 小公主没有受伤 但是你现在的样子会吓到她 随后卢安一把抱起二皇子 打算离开 尽管妹妹奶生奶气地一直在喊 哥哥哥 但是二皇子实在不想让妹妹 看到自己如此狼狈不堪的模样 即使哭泣 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这边国王的情妇 还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 不能自拔 自己一定要用这具魔鬼般 惹火的躯体去勾引皇帝 回想起那个殴打 自己孩子的神经病 维亚皇妃 既然她已经被赶出了皇宫 那日后掌握后宫大权的人 必须是自己 此时她突然想起艾斯莫公主 刚入宫时竟敢毫无忌惮地盯着自己 想来也是够可怜的 居然和亲太皇子 她可是完全继承了她母亲的臭脾气 日后定有公主受的 不过如果她能乖乖为自己所用 那边告诉她收拾那臭小子的办法 说着便来到了艾斯莫寝宫 公主 林内夫人来找您 公主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林那是谁 随着门口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公主一眼看去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国王那个妖媚的情妇吗 回想上次见她 还沉浸在国王的鞋子上不可自拔 自从国王离婚后 便是这个女人霸占了后宫 果真是没有狮子的地方 就是狐狸称霸王 而这个女人此刻就是皇宫内的狐狸 没有狮子的地方 便是狐狸称霸王 国王离婚以后 这个女人便是霸占后宫的狐狸 对于国王的情妇 林娜的突然来访 我这嘴真是温馨啊 哪知公主一点不生气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清静啊 林娜想起公主平时傲娇的样子 和清静还真不搭便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 此时林娜的狐狸尾巴已经隐藏不住 公主虽然面露甜美的笑容 实则心想这只臭狐狸终于忍不住了吧 她在皇宫已经很多年 宫内的礼节必定没有不知道的 这样做无非就是想给自己个下马威 可怜自己刚跟大皇子闹翻 再忍不她 以后估计就没什么好日子了 自己可不能做这么愚蠢的事 林内夫人 我刚来贵国 很多不懂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呢 林娜看到公主主动对自己示好 心里得意极了 本来还担心这个公主太蠢不懂事 看来也不是美酒 公主看着林娜假惺惺的面 还得为心地感谢她能来陪自己聊天 林娜也是早就想完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把儿媳妇领进门似的 公主瞬间大脑懵逼 儿媳妇 什么鬼 林娜一脸是不关己的态度说道 之前皇妃要杀帕丽娅公主 那件事过后 陛下再也不敬女色 加上没多久先皇在战场上阵亡 让陛下再受创伤 她的父亲战死后 她立即宣布了停战 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自愿做嫡威帝国的臣民 公主当然知道 因为这也是她来这里的原因之一 林娜很爱陛下 所以用爱养育了陛下的三个孩子 转眼间帕特到了娶亲的年纪 林娜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的 帕特就相当于自己的儿子 而公主是要和她结婚的人 所以我可以把你当成我的儿媳妇吧 听到这 公主内心已经极度不爽 一个沉浸在国王鞋子上的情妇 有什么资格 哪成想林娜下一句话 直接让她按耐不住内心的怒火 你以后可以叫我婆婆吗 和亲公主刚到嫡威帝国 就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上一秒这个还沉浸在 国王独特气味上的情妇 下一秒就到胆敲锣 要来当自己的婆婆 公主直接装傻冲愣 当即捧腹大笑起来 林娜看到眼前的公主 还没反映出怎么回事 林娜夫人您太会开玩笑了吧 我来贵国时间不长 差点就把您的玩笑当真了呢 开玩笑 听到这林内夫人内心极度不爽 刚要继续告诫这个毫无分寸的公主 却被公主直接喊停 您也知道我要叫婆婆的人 已经不在这个国家了吧 您真是个有趣的人 您把三位殿下当做自己的孩子 定是没有别的意思 对吗 林娜直接背对得无言以对 跑去和国王告起状来 林娜依偎在国王身边 轻声说着 我今天去见了艾斯莫公主 她简直太母中无人 不讲理就罢了 还没大没小 国王可不这么认为 她对艾斯莫公主的印象可是很好的吗 林娜哪会那么容易死心 国王殿下 她都是装的呢 只有女人才会看清本性 她哪知道公主在国王心中的位置可不低呢 国王直接让林娜退下 即使心中万般不悦 林娜也只有顺从的份 另一边 自从上次帕丽娅公主眼见帕茨受欺负 每天都郁郁寡欢 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 突然脑瓜灵机一动 小公主有了办法 左右张望后 发现身旁没有侍卫的影子 只听哒哒哒的声音 公主朝着一个方向急步走去 来到帕茨房间 公主躲在柱子后偷瞧哥哥好些了没 没成想屋内空荡荡无一人 小公主心里很是失落 小声地抽气着 哪知一不留神 没注意脚下 直接重重摔倒在地 此刻小公主再也忍不住 哇哇大哭起来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你是谁 为何在这里 泪眼模糊的小公主转头看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公主一没找到心爱的哥哥正在哇哇大哭 突然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你是谁 小公主转过身 上一秒还是满眼泪珠可怜巴巴的模样 下一秒顿时心花怒放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是天上下来的仙女姐姐吗 真的是太漂亮了 看来美女到哪都是受欢迎的 小公主直接要抱抱 艾斯莫公主看着眼前小女孩的紫色眼眸和一头银发 便知道她是帕丽亚公主 小公主问到眼前的仙女姐姐叫什么名字 公主慢慢说着 艾斯莫 无奈小公主还太小 只会说 艾莫 好吧 应该是自己的名字比较难念吧 你叫的名字也不错 随你开心叫吧 帕丽亚 你想要做什么吗 我陪你一起 小公主惊喜欲狂 花 看花 另一边 帕丽听到女巫说 帕丽亚不见了 丢下手中的刻本 直接朝寝宫跑去 而小公主已经完累了 很久没感受到母爱的小公主 此刻在艾斯莫怀中睡得很香 这时 艾斯莫公主突然想起 不该带她来这种没人会找来的地方 自己真是太笨了 还是要先找到奶妈再说 说着便一把抱起小公主 现在去人多的地方还不晚 正好在走廊内看到了正在找小公主的帕丽 艾斯莫上前问道 您是二皇子殿下帕丽吧 艾斯莫公主您好 我是帕丽 知道帕丽是来找小公主后 艾斯莫把小公主交给了对方 帕丽轻轻握着艾斯莫公主的鲜鲜御手 亲吻对方 谢谢您 能保护好帕丽亚 虽然艾斯莫一直称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但是帕丽仍旧表示总有一天 我会报答您的 几天过后 林内夫人来找公主 听说公主在挑订婚典礼上要穿的礼服 公主心想表面过来帮忙 石则还不是来给自己下马威的 不过自己可不是什么软式子 我就顺水推舟给你个小教训 公主上前是好 我确实为此事烦恼的 您不介意的话能帮我挑一挑吗 国王的情妇林娜果然没有好心思 打着帮公主挑选礼服的旗号 石则心里另有自己的小阴谋 林娜挑的全是纯黑色或红色 不然就是不适合订婚场所穿的 公主 您再看这件怎么样 绝对让你惊艳全场的 公主觉得挺漂亮 就是不太适合自己 心想这简直就是金条上身 夫人 纵使我容貌倾国倾城 也不会所有礼服都适合呀 林娜夫人那破碎的心碎一地 心想我的天啊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 林娜心里盘算着什么坏主意 突然在所有礼服中翻来翻去 一件华丽却不失优雅的礼服呈现在眼前 公主很喜欢 看林娜的表情 难道这件礼服藏有什么猫腻吗 她看似也不像开玩笑 我很满意这件 谢谢您了 林娜内心窃喜 上套了吧 简直就是笨蛋 这时侍女走进来 公主 订婚彩礼马上开始彩排了 大皇子有事来不了 我们先练习吧 公主虽然失望 但也在意料之中 而大皇子的钥匙便是来找帕茨算账 卑鄙的小偷 你终于暴露本性了 我听说 你见过那个小伯的卑贱女人吗 帕茨连忙解释 大哥你误会了 我和艾斯莫公主没有关系 我怎么会基于您的女人 大皇子一脚便狠狠踹向他词 神经病 你竟敢说她是我的女人 拿那种卑贱的女人倒贴谁呢 我倒是可以考虑玩玩以后给你 毕竟无能的垃圾和被玩玩丢掉的卑贱女人才是绝配 另一边公主不禁怀疑 这到底是订婚仪式还是苦力劳动 累到简直起不来 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我是照顾帕丽娅公主的梅拉 很高兴见到你 因为小公主一直嚷着要找艾莫 没办法只好带她来 哪成想小公主的脚丫不小心扭到 竟扯坏了艾斯莫订婚典礼上穿的礼服 艾斯莫表示没关系 只要补一补还来得及 梅拉看到公主穿的是纯白色礼服 在嫡威帝国订婚典礼穿白色礼服可是禁忌呢 自己要不要跟她说呢 完了完了 在国王的心中艾斯莫公主的地位居然远超过小女儿 小公主不小心将艾斯莫的礼服扯破了 梅拉看到公主穿的居然是纯白色礼服 在嫡威帝国订婚穿白色礼服可是禁忌 但是由于身为下人 自己该不该告诉公主 画面一转 梅拉来到了国王的寝宫 将公主的事情禀告给了国王 国王有一丝不安 问道 公主怎么样了 梅拉连忙表示 好在艾斯莫公主抓到了小公主 所以没什么大碍 国王语气略急 我问的是艾斯莫公主 她有没有受伤 梅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 当时太慌张 没注意到呢 随后 国王让其退下 自己会亲自解决礼服这件事 第二日艾伦带领其他大臣找到国王 谈论起大皇子平凡去找帕斯的马 更没有参加和公主的订婚仪式的彩牌 更重要的是大皇子的脾心日渐残暴 而那些战功再生的贵族 却对此称赞有加 大皇子定会成为他们团结的关系 我们定要想办法阻止 国王当然知道大臣暗示的意思 怒视着对方 你们是要我像我祖父杀死父亲那样杀死帕克吗 大臣觉得很委屈 可是国王您不是早就预料到了吗 听到这话 国王内心十分不爽 你是说 我早就预料到我会除掉自己的儿子 艾伦觉得正是因为国王早就预料到 所以才对两位皇子如此冷淡 国王竟无言以对 莫不作声 艾伦很担心帕特皇子成为下一任国王宣布开战 那敌威帝国所有的荣誉全部会消失禁禁 国王表示很抱歉 现在还没做好抉择 这个月还是先把精力放在帕特订婚典礼上吧 另一边 琳娜也偷找了自己的外众 游戏过后 琳娜一把推开男孩 明早再陪你玩 先出去吧 男孩不舍得离开 轻声问道 你以后还会再找我吗 琳娜走上前 你叫什么名字 丽安 夫人 我叫丽安 琳娜笑竹颜开 没想到 挑了个不错的孩子呢 丽安 我去陪玩陛下就来找你 你喜白白等我哦 突如其来的宠爱 简直让丽安的心里恶开了话 与暴力自虽的皇子和亲 是一种什么体验 订婚典礼到了 这位是克莱奥 不出所料 克莱奥是琳娜的人 二人护士的眼神定是没别什么好心思 精灵劈透的宝石散发一种纯洁的光芒 趁得公主更加优雅大方 大皇子才不屑一顾 既然你和我订婚 你就是我的所属品 不论你多么野蛮这点意思总能理解吧 公主直接无视 对于这种心肠凶狠之人 公主不愿多说一个字 大皇子气急半怀 直接怒吼对方 贱人 公主可不是懦弱无能之辈 请您紧记我失落为国公主 也是您的未婚妻 不是你所谓的贱人 大皇子直接被对的无话可说 典礼开始了 二人护士同时估计都在内心怒骂着对方 公主淡定自若 优雅地戴上头花 而大皇子提前没排练 不知道礼仪 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便随意戴上 公主瞬间火冒三丈 无奈一事已经开始 只愿不再发生其他事 接下来二人手捧住腹水 绕大厅走八圈就可完成 没一会因太臣大皇子的手就打起了哆嗦 下一秒直接掉落在地 祝福水瞬间洒落 腹水难收啊 大皇子大脑空白直接懵逼了 公主背着小屁还简直要气死 大皇子没了主意 全身发抖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 关键时刻还要看公主 公主倾蹲下身 捡起掉落的棚杯 把自己的祝福水分给了大皇子一半 直接递给了对方 只见台下的好友纷纷夸赞公主贤命 大皇子也因此怒火中烧 羞红了脸 大皇子再也忍不下去 你这个卑贱女人 看到我失误心里非常开心吧 公主对大皇子另眼相看 本还以为大皇子根本不知道丢脸为何无呢 大皇子听到公主侮辱自己怎么弄人 公主没有半分退让 侮辱您的人是您自己 并且还侮辱了我 若我是您呢 肯定头都抬不起来 因为没脸见人了 大皇子压抑的怒火涌上心头 上去直接就送公主一巴掌 见公主仍旧是比喻不懈的姿态 目中无人的大皇子抬起胳膊便想继续教训公主 突然身后好似传来了声音 帕特 你在干什么 傲不逊的大皇子竟被迫向自己口中的卑贱女人道歉 目中无人的大皇子正教训着公主 突然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僵持住 转头看去竟是自己的父皇 国王压抑怒火问大皇子刚才在干什么 大皇子从不认为自己有错 直接把矛头指向公主 父王 他刚才侮辱我就算了还侮辱敌威帝国家族 我没有做错呀 国王愤怒地看向大皇子 怎么 连我都敢欺骗了 回过神的大皇子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怎么了 怎么敢欺骗国王 随即痛哭流涕直接跪倒在地 父王 我错了 国王怒吼道 你对待订婚典礼的态度就是在匡骗臣民 因为你 帝国已经名誉扫地 大皇子没成想国王竟让自己向公主道歉 即使万般不愿 此时自己也不敢说半个字 帕特走向公主 吞吞吐吐说出对不起三个字 公主看到此刻的帕特简直太可笑 随口说了句 没关系 我就当您是太紧张了 我会忘掉这一切的 帕特气得咬牙切齿 到最后也不忘侮辱自己一番 随后禀告国王去准备下个仪式 便趁机离开了 国王看到公主佩戴的项链震惊了 公主直言是伯爵夫人帮自己挑的 国王慢慢靠近公主 耳边轻声说着 我很想要这条项链 近距离的接触直接让公主心跳加速 随即二话没说直接摘下送给国王 听国王说这是他的母妃传给他的项链 公主直接吓到了 他从没想过这条项链如此贵族 国王一笑而过 以后都是一家人 如果你能成为这条项链的主人 我会很开心 这么有意义的项链 当然要国王亲自送给公主 这边大皇子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 正好身后传来了什么声音 转头看去 正是陵内夫人来祝殿下订婚快乐的 大皇子才不信林娜的国家火味 你会有那么好心 林娜也是听说公主冒犯了皇子 还害陛下误会你 林娜告诉大皇子 对于那个小活的女人 打一顿就老实了 虽然他们既也蛮又愚昧 但自己也是好心帮殿下驯服公主 公主和大皇子的订婚典礼顺利结束 外人面前相敬如宾 回到房间关上门的一刻 简直厌恶到不能多看对方一眼 忙碌的一天下来 公主感觉实在太累了 刚想着赶紧换下礼服 好好睡一觉 转头便看到床上放着一件优雅且高贵的礼服 公主想起上次和国王在书房交谈中 送给自己的贵重真丝布料 和这件礼服布料是一样的 难不成这是国王送给自己 此时国王的画面浮现在公主的脑海中 他那帅气的脸庞 暖心的话语 公主内心说不出的感觉 他紧紧抱着礼服就好似抱着国王一般 另一边各大臣还在因王位的继承人争吵不断 有些大臣表示只要正式册封大皇子为储君 以后定不会有任何纷争 国王直接否认 我什么时候说过会把王位传给帕德 我从没说过继承人是谁 一切全看他俩怎么努力 或许他们静静听从命运的安排 即使命运有可能会转换 大臣们瞬间炸开了锅 实在不敢相信 毕竟他们一直认为大皇子就是稳稳的继承人 而大皇子得知消息后 更是暴躁不安 以为父皇并是被帕斯蛊惑了 说着不顾侍从的劝阻 执意要去找帕斯算账 屋内的帕斯还不知发生了何事 就被大皇子痛骂自己是小偷 早就告诉你 要安分一些 你却为了夺取我的一切故意在父皇面前献殷勤 帕斯直接解释自己从没有那样想过 此时的大皇子才不会相信帕斯所说的每个字 随即松开帕斯的衣服 导致帕斯没来得及反应直接摔倒 大皇子想到自己将来是要成为国王的人 怎么能为了这种废物而脏了自己的手 随即吩咐卢安 我不能脏了自己的手 所以需要借用你的手 给我抓着这个废物的衣领 让它站到我的面前来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 能不能勇敢一点点 大声说出你心中所想 大皇子从始至终一直以未来继承人自居 卢安 抓起那个废物站到我的面前 我要好好教训他 见卢安一动不动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我可是未来的国王 卢安直接告诉这个自以为是的大皇子 陛下并没有指定谁是继承者 您不但没有被分为皇太子 而且陛下已经公开 您不是继承者 大皇子气得咬牙切齿 你会因此而后悔的 随后怒气冲冲离开 卢安看着地上的帕茨 您还好吗 还是您觉得受到了屈辱 但是别指望我会因此安慰您 帕茨怒吼自己从没有指望任何人的安慰 卢安这就放心了 毕竟帕茨被大皇子踩在脚下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帕茨不明白卢安的意思 为什么是我自己造成的 看着她贬低公主 帕茨一声都不打坑 大皇子对帕茨施暴 自己也只会像胆小鬼那样默默忍受 作为男人 要懂得反抗 保护好自己的妹妹 而您一次都没有 听到卢安的话 帕茨好似有所感悟 娃娃大哭起来 第二日一大早 公主找到陛下 想把贵重的项链还给国王 公主是坠入爱河了吗 看到国王一句话也说不出 直接呆入怒机 国王见公主的模样 以为出了什么事 来不及收拾衣服 问道 莫非订婚典礼过后 帕茨对你做了什么 公主连连否认 让您费心了 我和大皇子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事 国王牵起公主的手 让其坐下慢慢谈 陛下直言道 公主您当初是以何种心态 来到敌威帝国呢 帕茨与你和亲 都是两国和平的象征 虽然这是自己决定的事 但是更希望公主过得幸福 此时的公主一脸懵 他不懂国王的意思 随即拿出手中的项链 想要还给国王 国王不明白 自己亲手送给公主 为什么现在要还回来 公主表示 这条项链的意义 远高于他的价值 生怕哪天不注意自己弄坏了 国王可不是这么理解 公主把象征着 和大皇子订婚的项链还回来 是想要解除婚约吗 国王陛下的随心所欲 真不是吹的 当儿子面直接牵走公主 大皇子要小心了 你不心疼有人替你疼吗 没安生几天 琳娜又动小心思了 主动找到公主 公主应举办茶会 邀请上流社会的贵妇聚聚认识下 至于茶会 琳娜自是早有安排 回到房间 桌子上便是堆成山的邀请函 公主邀请梅拉也可以来呢 只是梅拉表示 还要照顾小公主无法去参加 两个人聊得太投入 都忘记了身边的小公主 见小公主哭哭啼啼 还以为小公主是饿了 其实不然 小公主撅起小嘴 爱墨指和如你 一直说话 不理我 公主才发现刚才真是忽略这点了 赶紧上前抱着小公主 可爱的小公主瞬间乐开了花 可能是因为午睡时间到 小公主在艾斯莫怀里 没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此时见门外传来声响 转头看去 正是大皇子 公主行完里一个字 也不想多说便要离开 大皇子见公主这态度 怒火涌上心头 突然脑海里想起琳娜说过的话 若为帝国的女人打一顿就老实了 大皇子似笑非笑 不如借这个机会试一下 说着钻井的拳头便想朝公主挥去 突然背后传来声音 帕特 你在干什么 帕特心头一惊 转头看去竟是国王和琳娜 我听到你们在争吵 公主发生了什么事 公主认为应该是自己不懂礼数 所以冒犯了王子 国王对帕特一通训斥 身为皇子大喊大叫实在有失体统 大皇子那想要吃人的目光看向公主 等陛下走了 看我不一巴掌呼死你 国王看着大皇子屡教不改的模样 真是没办法 转身朝身殿的琳娜说着 下次我们再散步 下一秒直接朝公主伸出手 公主你有时间吗 我有话和你说 虽然不知什么的情况 犹豫中的公主还是伸出手 侵放国王掌中 虽然表面的身份无法改变 但是国王内心可看不得公主受委屈 直接牵着公主大摇大摆离开 帕特和琳娜直接惊呆了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国王吗 危急时刻 国王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公主身边 这不 又救了公主一命 大皇子又想对公主施暴 陛下怎能容忍 不顾别人眼光 任性的直接牵走公主 走出房间后 公主问到陛下 找自己是有什么事 只是国王支支吾吾也想不出什么事 不过就是简单的想帮你呢 公主心中瞬间失落 这不是自己想听到的答案 随后表示很感谢陛下 但以后不用这样帮自己了 陛下很是疑惑 在你困境的时候 我伸出援助之手有什么不对吗 公主不想要那一时的帮助 不出意外自己便会和帕特结婚 以后每次她动粗难道自己都要来找陛下吗 为了避免那样的事情发生 陛下从现在开始便会要求帕特改掉自己身上的臭毛病 听到陛下这样说 公主内心说不出的难受 公主希望以后陛下不要再帮自己 或许怕自己难以控制内心压抑的情感吧 几日后 查会到了 上刘贵妇在一起聊着天 夫人话语中调侃着公主 帕特皇子对你好吗 年龄差距这么大 挺不方便的吧 不过听说大皇子对男女知识还是很开窍的 看着林内皮笑肉不笑的虚伪模样 公主才知道自己又掉进坑里了 林内一开始就不好对付 怪自己放松警惕了 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公主猛地起身转头看去 没成想惊识大皇子 公主很意外怎么她会来贵妇们查会的地方 大皇子的身份摆在这里 当然是让那些丑女人来给自己屈膝行李 这里是女性的空间 公主不想大皇子因自己的鲁莽导致声名狼藉 作为未婚妻当然要阻止 只是大皇子的心中可没有未婚妻这个称呼 公主在大皇子这不过是甜脚的奴隶而已 公主才不会和大皇子大吼大叫 自己这个小国的奴隶能符合大皇子未婚妻的水准真是可惜呢 大皇子又犯错了 一个冲动直接推向公主掉入水中 好巧不巧 这一幕被远处的陛下看到 陛下的心跳直接飙升一百八 顾不上其他 第一反应直接朝公主跑去 国王不顾自身安危跳进水中救出公主 并安置在自己的卧室 脱离危险的公主看着眼前陌生的房间 猛地坐起 正好看到照顾自己的陛下就在眼前 公主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在陛下的卧房 陛下随口说了句 因不知道公主的房间在哪里 所以把你带回我的卧室 公主觉得好似不合理解 所以想回自己的房间 陛下倒是不介意 自己这里有很多空房 公主突然很惊慌 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今日所发生的事 所以希望陛下不要留下自己一个人 陛下随后转身离开 你以为陛下走了 其实不然 陛下拿来公主的药 可以让受伤的器官恢复的药 但里面也有安神的成分 会让人犯困 公主直接吃下 听着陛下细心地告诉自己每天按时吃药 以为陛下要丢下自己走吗 刚想要说什么 眼前觉得越来越模糊 安静地进入梦乡 没一会儿 琳娜来到房间猫哭号指甲慈悲 大皇子对公主也太不会怜香惜语了 公主看着眼前的琳娜真是有潜力 能演 会演 随后琳娜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嘲笑公主 订婚仪式都过了 还在陛下卧室 传出去怕是有损陛下轻遇 公主也是没办法 自己想要回去 但是陛下心疼自己 一定要自己住在这里直至痊愈 琳娜恨不得手撕公主 内心愤怒至极 人们就喜欢有刺激的话题 现在宫内已经传遍了公主 和帕特皇子不合的消息 对此 只有公主放下身段 多挨几次打 以后在大皇子那的日子 就会好过一些呢 公主简直听到了笑话 如果那是琳娜的经验之谈 那不好意思 若为帝国的人可不一样 自己是用不上这种可笑的办法 琳娜被对得咬牙切齿 无处可发泄时 看到了旁边的茶壶 貌似又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这是我见过最能做的女人了 不作死不罢休的那种 几次计谋都没得逞 这次又想出一招 直接将一包糖果递给侍女 不是那么危险 无色无味 交代侍女一定要把王宫内所有的夜壶都藏起来 可能日子有些太安逸了 大皇子也来陛下请宫找公主 看来你是舒服得很啊 看到帕特 公主的心情瞬间一落千丈 我能如此安静休息 还是多亏了殿下您啊 听到公主的冷嘲热讽 大皇子阴暗一面直接暴露 公主强颜欢笑 虽然不知道殿下是来做什么的 但如果是来看我死没死的话 那就请回吧 大皇子那吃人的模样再也隐藏不住 我看你是几天没挨打皮痒了吧 好巧不巧 门突然被推开 陛下出现在眼前 帕特 你来我的房间是有什么事吗 帕特瞬间就向老鼠见了猫 那个 公 公主 见状 陛下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是来道歉的吗 有个台阶下 帕特自恃乐意的 对 没错 道 道歉 陛下随机转头看向公主 公主 帕特有和你好好道歉吗 此时的帕特说是快下尿了也不为过 只见公主瞬间满含泪珠 哭哭啼啼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委屈巴巴地扭向了一旁 非得趁机教训你一番不可 大皇子虽怒火中烧 无奈陛下在跟前 大气也不敢出 只能强压怒火 对 对不起 是 是我的错 公主轻声说道 没关系的 殿下 我小伯的丫头受些委屈没什么 帕特看着这个狡猾似狐狸的公主 恨不得上前把她大谢罢款 陛下看着公主好似很害怕和帕特在一起 随即吩咐帕特退下来 陛下温柔地看着公主 你该吃药了 帕特听到这句话 猛地回头 看到公主准备拿水吃药 帕特挤不上前 将水喝了个金光 哼 他哪里知道那水里有琳娜送公主的糖果 此刻的房间内只听得到帕特肚子咕噜噜的声音 无奈帕特想拉肚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夜壶 吃一线掌一致这种说法 对于心肠歹毒的帕特来说纯属大白话 回到房间的帕特直接把花瓶摔了得稀把碎 他怒气冲冲问琳娜 这就是你说的调教那死丫头的方法吗 没有半点用 琳娜可不承认是方法的原因 帕特之所以没有调教成功 全是因为国王在他身边 他又怎么会轻易屈服 帕特觉得琳娜说的有道理 那个死丫头简直就是野兽 本能的弱肉强势让他去讨好父王 要说制人的办法 琳娜可多的是 他告诉帕特 想要打到公主听话 最基本的方法先让他有屈辱感 自己好好研究吧 而这边公主因宫内的说三道四 所以想回到自己房间 国王听到这不禁自责起来 都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公主 不过接下来就让我来给你力量吧 公主听得一头雾水 陛下要如何给自己力量 陛下告诉公主 再过不久宫内就要举办和平大典 大典上需要一个身份尊贵的女人 做信女帮陛下 本应由帕利亚来当 无奈年纪太小 所以之前一直是琳娜来当信女 听到这 公主便明白了陛下的意思 陛下是要我来当那个信女吗 只要公主愿意 陛下能给公主的只有机会 但能否靠机会扭转局面 就要靠自己了 公主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愿意 但我依然要搬出去 再三感谢这段时间 陛下对自己的照顾 遗憾的是以后 不能再独占陛下的温柔 门外的侍女听到对话 直接跑来琳娜着 此时的琳娜正和自己的小男士玩得开心 琳娜一脸不悦 匆忙跑来有何事 侍女焦急地说道 国王下令 和平大典上 让公主来做信任 琳娜瞬间暴跳如雷大喊着 怎么会这样 那个死丫头有什么资格站在陛下身旁 气头上的琳娜 听到背后传来雌性的声音 夫人你的脚 低头看去 自己刚才气得竟忘记了穿鞋子 不过这个小东西倒是蛮懂得填满主人的心啊 随着琳娜的阴险一笑 自己之前倒是从没有注意这个游物呢 我记得你还是实习的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来我房里上班 我要让你做我的贴身侍从 男孩直接惊呆了 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留在夫人身边 琳娜告诉男孩 这就是权利 能把所有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这便是我送你的一个小刀芝麻的礼物 以后只管好好伺候我 好处少不了你的 身为陛下的相好 十年如一日陪伴在陛下身边 怎么能容忍小国刚来的公主取而代之 琳娜怒气冲冲来找公主 我听说公主在和平大典上会担任国王的姓女 公主坦言道 没错 因为我即将成为敌威帝国的人 见状琳娜嘲笑道 姓女是由国王的伴侣来当的 如果情况不允许也会选择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管怎么排都排不到你 我和陛下的关系密不可分 除了男女之间的感情 还有信任和友情 所以我是大家认可的姓女 你身为大皇子的未婚妻来做国王的姓女 弄不好可是会让人误会的 公主奉劝琳娜还是少管闲事 毕竟她所担心的成为现实就不好 碰了一鼻子灰的琳娜可不是随便放弃的主 带着一肚子火来到大皇子这 大皇子本身对这一切一窍不通 不过听着琳娜添油加醋普及了一遍 瞬间大怒 你这意思是父王和那死丫头有一腿 琳娜挑起帕特的愤怒已成功一步 接着一脸无辜地说着 陛下的身边 你也不想想 那时她眼里还能有你吗 那个丫头可是要和您共度余生的 我相信您定有办法调教她 怕特气地咬牙切齿 恨不得手撕了公主 另一边 公主翻来覆去却没有一点困意 突然 打开抽屉拿出一件她视若珍宝的东西 看到这条项链就好似感受到国王在身边 公主紧紧拥入怀中 不愿放开 不知道此时的她在做什么 爱情就是你在想她的时候 她也在想你 国王累了一天 想着泡个澡缓解疲劳 心却怎么也进不下来 想起公主的甜美笑容 看着床上再也没有她的身影 觉得很遗憾 很快迎来了和平大典 身为琳娜的小男士 已经准备好马车 琳娜盛装打扮后 也不忘夸赞小男士一番 今天打扮得着实帅气性感 乖乖等我回来 马车上的琳娜心想 虽然自己已经刺激帕特 但那家伙实在太蠢 能做的也就只有打打耳光 这些可远远满足不了琳娜 还是自己亲自动手吧 有资格成为主角 站在国王身边的只能是我琳娜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即使谎话连篇又如何 琳娜为了在贵妇们面前 显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主角 决定先发制人 她告诉贵妇们 自己之所以迟到 都是因为临出门前 国王来找自己谈心 贵妇们一听 纷纷投来羡慕的表情 琳娜表示最近自己很忙 公主非要吵着参加和平大典 还很羡慕自己能当姓女 想坐我的位子 贵妇们一听议论纷纷 她一个小国的公主 居然还敢心存这样的野心 贵妇们的反应正合琳娜的意 琳娜面露微笑 大方地说道 如果她一直缠就耍赖 那就把信你的位子让给她吧 我对这个并不在意 这真是我见过最能演的女人啊 另一边帕特不知道 从哪听的要侧封 帕茨为皇太子 三步并两步便要去找帕茨算账 看到帕茨怒气冲冲的模样 帕茨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得罪帕茨 听到帕茨喊哥哥 帕茨更加生气 上去就是一巴掌 梅拉看不得帕特如此欺负帕茨 直接挡在帕茨身前 二皇子可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啊 您怎么能这样对待他 帕特可不认这个弟弟 在帕特眼中 他只是个夺走自己位置的小偷而已 梅拉苦苦哀求帕特能够放过帕茨 帕特没有半分悔改 你以为自己是谁 不过为了几次奶 就想摆出母亲的架势 你别搞错了 你什么都不是 突然 帕特转念一想 不对 如果你跟我父皇睡一次 说不定我会喊你一生母亲呢 不过可惜了 父皇是不可能看上你这个低等侍女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比那个灵的强点 听到帕特对如母说的混账话 帕茨忍无可忍辩 无须再忍 上前猛的一把便推向帕特 你真是太过分了 帕特对于帕茨的做法直接震惊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是帕茨第一次反抗 他全身颤抖 但是他不后悔 梅拉夫人视你如己出 你怎么能随便说这种畜生都干不出的事 帕特怎么会在乎一个奶娘 上去对着帕茨就是狂踢 临走也不忘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着梅拉就是一巴掌 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一直扇她耳光 还可以像现在这样吐口水 因为我会继承王位 这是我拥有的权利 话还没说完 只听啪的一声 没错 自己竟然挨了帕茨一巴掌 帕茨看着眼前这个禽兽不如的混蛋 如果那是你的权利 我会亲手夺过来 即使变成你口中的小偷 我也在所不惜 随后光当一声 示威一拥而上 直接把大皇子拖走 临走撂下一句 别妄想你会安然无恙 走着瞧 帕茨已经脱胎换骨 为了身边之人 自己只有强大起来 和亲公主竟不知不觉中 在国王心中扎下了根 侍卫正在向国王 禀报着大皇子 是如何欺负帕茨 是如何对奶娘不敬 国王紧闭双眼 他虽不想看到儿子自相残杀 却也在意料之中 生在皇室 虽还没宣布谁为继承人 但他们俩肯定会死一个 国王不禁自责起来 这个局面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把儿子们逼入绝境 害他们自伤残杀 伤心的同时 国王想到了艾斯莫公主 身为弱女子从小生活在王宫 想必日子肯定过得很艰险 突然 只听哐当一声 门突然被撞开 梅拉大口喘着粗气 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到梅拉的模样 国王猛地起身 难道是帕丽亚出了什么事吗 梅拉连忙不停地点头 见国王要去找帕丽亚 梅拉赶紧上前拦住 帕丽亚公主没事 只是 当务之急要赶紧传召医生 原来几个小时前 梅拉带帕丽亚在院中玩耍 帕丽亚一眼便看到了走廊中的公主 口中不停地喊着爱莫 三两步跑上前抱着公主不愿松开 帕丽亚一脸不开心 爱莫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公主最近一直忙于和平大理的事 确实疏忽帕丽亚了 不过难得今天没什么事 便邀请帕丽亚一起玩 帕丽亚一听开心坏了 因为帕丽亚最喜欢的除了帕瓷就是公主了 怒吼的声音 公主朝着门口看去 大皇子训斥道 既然身体好了 不应该找我这个未婚夫第一时间报告吗 非要等着我来找你吗 公主瞥了一眼正在熟睡的帕丽亚 生怕她会伤害帕丽亚 于是想办法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殿下 虽然我是因你受伤 但现在已经痊愈 你可以继续折磨我这个小国的野蛮人了 不出所料 帕特上去便是一巴掌 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 争吵的声音吵醒了睡梦中的帕丽亚 我看你这个疯丫头是睡糊涂 还不赶紧给我行李 哪成想 帕丽亚看她欺负爱莫 上去就咬着帕特的手不松开 帕特气急败坏 管你是谁 直接一拳便打向帕丽亚 她没注意身后的窗户都开着 导致帕丽亚直接飞出窗外 大皇子下手是真狠 直接把帕丽亚小公主推出几米的窗外 只听叮铃哐当的声音 梅拉拖着颤抖的身子朝窗外看去 这一看吓得差点晕过去 艾斯莫公主头流鲜血已经晕倒 即便这样也没有放开怀中的帕丽亚 国王焦急地问医生 公主情况很危险吗 医生解释道 本以为公主是头部先朝地 但幸好公主是胳膊先朝地的 国王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说是胳膊先朝地是怎么回事 医生看到公主用右手抱着帕丽亚 另一条胳膊撑着地面 所以才会减少头部的冲击力 想着也正因此 公主的胳膊才会断 突然 国王想起帕丽亚 连忙问梅拉帕丽亚在哪里 梅拉让陛下放心 艾斯莫公主为了救帕丽亚 受了那么重的伤 帕丽亚自然没什么事 只是受了很严重的惊吓 陛下不禁陷入了沉思 她不知道自己一直都做了什么 如果自己是一个好父亲 现在应该去找帕特 告诉她帕丽亚没事 让她放心 然后再训斥她 可是陛下没有自信 她不敢保证自己 不会用亲烈的眼神去看帕特 回头想想正是自己亲手 把两个儿子逼入了绝境 或许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谴责帕特 突然只听有人喊自己 转头看去 竟是公主醒了 陛下心疼的说着 你累不累 我在这里有没有妨碍到你 公主直勾勾的盯着陛下 请求陛下不要离开 自己很害怕一个人的感觉 陛下不明白 公主连这都害怕 又怎么做到去就帕丽亚的 毕竟那么高 运气差 自己早摔死了 危急时刻 公主哪有时间想那些 自己也很喜欢帕丽亚 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她出事 陛下很感谢公主 相信除了公主没有其他人做得到 陛下轻轻抚摸公主的额头 只愿公主尽快好起来 两人在彼此心中早已暗生情愫 不知接下来这层窗户 指什么时候捅破呢 父子二人竟然为一个女人 吵得不可开交 反目成仇 躲在房间的大皇子 没有担心帕丽亚的安危 反而想不通那个小国公主 什么时候和帕丽亚关系那么好了 突然 大皇子事感不妙 这样下去 王位不会真的传给那小子吧 不会不会的 帕特认为陛下是不会为了一个 毫无用处的帕丽亚来逼迫自己的 但是也不禁后悔 当时应该阻止那个臭丫头跳下去的 此刻的帕特已经完全慌了神 突然 传来敲门的声音 帕特转头便是大吼 我现在没心情 给我滚 不料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近视国王 帕特 什么消息都没听到 一定有很多事好奇吧 说说看 你最想问什么 可想而知 国王没有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 帕特最想问的近视 这件事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国王真是失望透顶 不想继续对牛谈情 你对帕丽亚和艾斯莫公主 就没有一点罪恶感了 帕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疑问 您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到艾斯莫那个臭丫头 为什么每次都会偏袒她 为什么要对那个臭丫头有罪恶感 是她自己愿意跳下去的 我为什么要内疚 父王您真的很可疑 国王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帕特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听起来是什么意思吗 帕特当然知道 但是帕特再也不想装聋作哑 您和他确实很可疑 您夺走了我的位子还不够 连我的女人也要寄予 没等说完 国王一个耳光就要打醒这个混账 我看你是疯了 帕特可不会疯 身为国王的儿子但凡给了他王位 他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国王提醒帕特真是贵人多妄事 帕斯同样是他的儿子 自己也不会让一个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去治理这个帝国 帕特无从辩解只能看着国王转身离开 随后国王来到艾斯莫公主这 担心和平大典不能正常出席 毕竟身体是第一位的 公主态度决绝 表示自己一定能做到 国王几步上前坐在公主床边问道 你害怕帕特吗 公主终于摊牌了 陛下 我想重新选择订婚对象 我想选您 当陛下问到公主是否害怕帕特时 公主毫不犹豫地回答是 毕竟自己两次都差点被他杀了 平时更是时常被欺辱挨打 陛下问公主有没有到需要重新考虑和帕特结婚的成果 公主不想放过眼前的机会 自己确实是想换个订婚对象 国王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是想要换帕斯吗 相比之下 公主倒是直言不讳 他一脸认真地看向国王 我想要选您 此刻两个人是无比尴尬的 公主不知道说出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错 第二天处理朝政的国王心不在焉 他想着帕特对自己的指责 想着公主对自己的心意 大臣看着陛下今日无心正事 便要陛下好好休息 不知不觉中 陛下再次来到了走廊 听到了嬉闹的声音 陛下转身朝着嬉笑声走去 只见是艾斯莫公主在陪帕利亚玩捉迷藏 这一幕是国王很久都没见过的温馨场面 帕利亚玩得太开心 没注意竟跑到了国王身前 这是国王第二次见到帕利亚 小时候 帕利亚差点死在她的亲生母亲手上 但她的不幸并没有结束 医生告诉国王 因为抢救太迟 导致帕利亚落下了病根 那个时候的陛下听到这个消息崩溃了 身为皇族本不该轻易流泪 但那是国王济世以来第一次流泪 从那以后 帕利亚对国王来说不再是女儿 反而满满的负罪感 因为无法面对过去的事 所以几年来国王一直没有勇气去看帕利亚 突然帕利亚觉得脸上好像有雨滴掉落 她开心地伸开手掌要国王看 下雨了 下雨了 小小年纪的她哪里知道 那是国王再次为她落下的泪珠 浇水 给花 给草 浇水了 国王紧紧把帕利亚拥入怀中 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我以我的名字启示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感到孤独了 和平大典终于要开始了 不出所料 公主才是独一无二的主角 不过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只见陛下身后有义务袭来 公主奋不顾身直接挡在陛下身前 导致身受重伤 晕倒在陛下怀中 陛下吩咐侍卫去追刺客并请来医生 得知无性命危险 陛下才放下心 但心中依旧满满的愧疚 为了救自己 公主性命都可以不要 自己还有什么可逃避的 经过多日的休养 公主身体已经渐渐好起来 陛下听说公主和帕利亚约好去交友 实在不放心会不会再次有刺客出现 所以毛遂自见自己要做那个护花使者 一条河流 像一束丝绒似的在阳光下灿然闪烁 还有准备好的各种甜点美食 这样简单的幸福是陛下从未感受过的 帕利亚今天也是美美的 专门带了蝴蝶结 听到父王和公主夸自己最好看 开心的活蹦乱跳 看着帕利亚跑远了 怕此生怕危险 急忙紧追其后 此刻只剩下公主和陛下 陛下很想知道公主是何时喜欢自己的 公主紧张地握紧双手 没等回答 一阵风呼呼吹过 直接把公主的帽子吹上了天空 公主刚想要追回 一不注意 眼看就要摔倒 还好陛下一个转身就把公主拉到自己怀着 公主认为陛下是喜欢自己的 顺势一把抱着陛下深情一吻 公主紧握陛下满脸泪珠 陛下 您后悔吗 陛下承认自己后悔 后悔让公主先吻自己 后悔自己还没有公主勇敢 他慢慢靠近 告诉公主 今后的日子有陛下陪伴他 以后自己再也不会退缩 回到寝宫 公主回想着今日的一怒怒仿佛在做梦一般 他暗暗发誓 今后定要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幸福